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5月28日在北京闭幕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当日下午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在香港举行记者会 多位法律界人士对此进行分析与解读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执委会主席 大律师马恩国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8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行使国家立法权 说明了立法权的渊源 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2条第14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马恩国指出 从本质上而言 国家安全事务属于中央政府管辖 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范围 国家安全不是属于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务 从这个字眼的本身 和它的内容 还有它在基本法里面的位置 而推断出这个是国家的权力 不是香港的权力 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是国家的最高的立法机关 最高的立法权 拥有全中国包括香港的立法权 因为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全国人大的决定是合宪和合法 决定第四条 规定了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设立国家安全机构的机制 马恩国表示此举合乎香港基本法 如果中央自己要设立机构在香港 就不用任何人同意 因为有权力去批的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 执委会副主席大律师丁黄表示 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中 均可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 且涉港国安立法 与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并不矛盾 他还指出 决定的有关内容 不会影响普通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这条新法会不会影响到普通的老百姓呢 我们不要听任何人说 反对派他怎么去掩饰 怎么去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定了那个草案的那个白纸黑字的文本 只监管四个领域 影响国家级别的行为 包括分裂 颠覆渗透 破坏 自由呢 没有涵盖 我套用几十年前的一句老话 舞照跳 马照跑 时间会证明一切 在这个新法的戏文文本出来之后 所有的猜测 所有的抹黑 所有的阴谋论 所有的不安和恐惧 将会迎刃而解 不攻自破 大白于天下 全国港澳研究会 香港特邀会员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 职委会副主席 附建祠指出 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中央市权 他认为决定将有效打击黑豹 恐怖主义等行为和活动 堵塞国家安全漏洞 弥补香港本地法律的不足 并将有利于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 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 令香港重回正轨 中央出手救香港 是有权有责 合宪合法 合情合理 不会缩约了市民 根据基本法第十七条 享有的人权 和这个自由 我在这里呼吁 全港市民 就跟暴力割席 拒绝揽炒 特别是年轻人 你不要被人利用做炮灰 以身自发 自毁前程